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張照片我在阿楠的書裡 看過她拍過這間屋 是嗎?我想她是非想的 也沒甚麼用 不過這張照片後面 寫了一些很奇怪的書目字 寫甚麼? 寫著七號居於紙 對不起, 我有點頭痛 我想休息一下, 我不送了 那好吧, 我們走吧 為甚麼?這些東西 為甚麼要寫下 對 你說過嗎?剛才你說那張照片 寫著一些字的時候 Annie的面詞都變成了 還有就是那張照片 寫著說七號居於紙 我不明白甚麼意思 會不會是某年某月的七號 阿楠跟Annie開始同居的意思 但我覺得這些東西 應該寫在日記裡 不應該寫在照片裡 寫在照片裡 隨時都可以被人看到 不過如果寫這張照片裡 就可以是兩個人的小秘密 也對, 怪不得剛才Annie不肯說 不過你又會想到 那又怎麼樣? 我知道的事永遠是太遲 不應該 會不會是某年某月的七號 阿南和Annie開始在這間屋裡同居的意思呢 上一日記有可能被人看見 現在那張照片後面 就變成兩個人之間的小秘密了 好 讓我來一個重複 你還沒結婚?早知道你聽電話吧 誰打來? 我爸媽, 她叫我去你 節光順便我 他們真有心 上次結婚的時候, 師公起完我 想不到未夠一個月, 他們又要... 明天等阿楠打完齊之後 回去好好休息了 我跟酒店請了一個月假 打算去渡蜜月 現在還有十幾天才上班 你爸媽明天過來 爸媽? 明天我跟波短舟 跟你一起接算吧 他們身體又不好 無謂撲來撲去 他們說放心不下 想過來看看你 眼看可以放心得下的東西 也沒用 別想太多了, 早點休息吧 那我先出去 出來吧 媽媽, 素心 媽媽 你受不了我嗎? 你受不了我嗎? 你受不了她 對了, 乾媽媽 不如回那裡休息一下吧 對呀, 我們去吧 走吧, 走吧 姜先生, 江太太找你 來, 坐, 為甚麼今天來找我? 著名的手續還沒搞定的 我不是來搶阿剛的稿粉的 有事想找我幫忙 你看看 我看過了, 這裡是Annie的家 是一幢豪華別墅, 是哪兒的家? 我就是想知道 當然是有錢人的, 這張照片是怎樣的 兩張照片放在一起的 33號居於寺, 33號是甚麼意思 是呀, 我們昨天還以為這兩個號碼是代表日子 但是想想沒理由, 為甚麼有33號呢? 到底33號和7號算甚麼? 如果我們找到這間屋子 我想就不會有線索的 我想不是這麼困難的 這些這麼有錢的屋子 全香港都沒有多少間 要肯逐間找就一定找到 好嗎? 小奶奶, 郭小姐 玉姐, 這裡沒你的事了 回去做事 這次就是讓我回船機 我們來看, 我酒杯 這天怎麼這麼大my 那我便知道 心疙瘡 好 Streets 是呀, 我們來香港之後都沒有做 那件事已經過了十幾年了 現在根本沒有人知道 我們以前的底子 你是不是連我見下棉都害怕 是呀, 還是小心點好嘛 有甚麼事 關於阿楠的 阿楠的真後史辦好了 靈魂也幫我搞定了 是呀, 還見過她老婆 她老婆為難你呀 不是 那個女人也挺溫柔的 我本來想不然跟她打一頓就鬧了一場 誰知道她連半句話都沒有說我 搞得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阿楠, 算了, 阿楠已經死了 就算你不服氣 想糾結她老婆也沒用 你放心吧 我跟她老婆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 我真的想不明白 阿楠有個這麼好的老婆 為甚麼還捨得去死呢 阿楠, 阿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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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楠, 你還想甚麼呢 算我, 你現在最好是離開傷心地 去別的地方重新開始 你想去哪裡告訴我 我有辦法可以幫到你 我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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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阿楠, 我想去見面 不如你先走, 我明天去聊聊 好不好 記住, 以後有事就打電話 約我在外面商討 是嗎? 是嗎? 我現在就看了, 見到這間那邊看了 看了 原來Annie和趙夫人是認識的 可是那次你問他認不認識Annie的時候 他不是說聽過這個名字嗎 還有一件事 其實阿光和這兩個女人 到底有甚麼關係 這件事真的越來越複雜 我本來還以為這件事已經煩軟了 誰知道, 現在才開始 不用這麼煩的 所謂一人計短, 二人計長 我爸爸媽媽這麼緊張又怕事 告訴他們就不會煩 我乾妹就有了寶寶 我乾妹夫怎麼這麼忙 還有我呢 這件事還煩你不夠嗎 你瘋了 其實...我們兩個人還用甚麼客氣 好, 我先去看看 儀式呢, 明天下午三點就舉行 一切的事都準備好了 只欠阿蘭的遺物 我以為明天都會拿去燒了 不用了, 你不相信我, 聽聽我載他們去 也好, 那我先走了 好聲音 你休息一下 慢慢來 小心, 別胡思亂想 你現在二十八歲了 還有很多日子過的 那就是了 一天都是我不好 只是二十八歲而已 哪算大呢 我就一天催她嫁 現在嫁了, 嫁成這樣 媽媽, 你別這麼說 你這麼說就更加難過 對了, 她媽媽 她媽媽, 明天這個環境你不要去 在家裡休息一下 對了, 你們無謂白頭人送黑頭人 小心, 我跟你媽媽說過了 她總是要過來安慰你 爸爸, 現在時候不早了 你去跟媽媽休息吧 媽媽, 好了 好, 父親媽媽 來吧 素心, 你也早點睡吧 我不想睡著 我想坐著想著 我也不累 Paul, 不如我們開電視看看 一項大家都關心的慈善活動 愛心大拍賣 兩個星期之後就在澳門舉行了 今天很榮幸我們請到這個籌委會的主席 趙伯宏先生夫人 替我們解釋一下這個籌委會的進度是怎麼樣 趙先生 好, 我不過是副主席 主席, 是我太太 這個趙夫人究竟是甚麼人 搞慈善出了名字, 很得人心的 我看她老夫少妻 她倆夫妻子和教學很恩愛的 客賣的內容 不如這樣拍完 我們跟觀眾說說 我們有甚麼賣 跟Anne和Anna 她們有甚麼關係 甚麼 對嗎 對嗎 才做期間 該祂的 也為為 十分坊 認識 神奉 阿楠, 這時候你不方便來這裡 難道我們來拜阿楠也不行嗎 阿楠的老婆在這裡 有爹他拜 他跟阿楠, 總是相好一場 阿楠 我這麼快就去了 我帶了一套信箱來燒給你 阿楠, 下面很冷 現在沒有人替你蓋上 你要小心自己的身體 阿楠, 我家裡還有很多衣服 如果你是不夠的 我晚一點再燒給你 阿楠 阿楠, 你也別傷心了 傷心沒用 阿楠, 我幫你出去走 怎麼樣?現在好一點嗎? 好一點, 謝謝 不用客氣 阿楠, 我跟你出來一來想你休息一下 二來有些事想問問你 問我? 我跟阿楠的關係 已經跟你說得清楚了 那你跟趙夫人到底有甚麼關係? 趙夫人?我不認識她 沒錯, 她也說過不認識你 可是你怎麼會在她的家裡走出來 我...我不知道 這兩張照片是阿楠的 一張是在你家裡 一張是在趙夫人家裡 你知道甚麼意思嗎? 我都說甚麼都不知道 你知道的, 你一定知道的 我真的甚麼都不知道 阿楠 阿楠 小奶奶陪大少哥也沒說簽合約 那她甚麼時候回來 明晚, 你哪兒去找她, 告訴我 我叫阿楠, 她一回來就叫她去找我 好, 走 我這個 過了 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心意 怎麼這麼客氣 這十幾天來, 麻煩你太多了 別傻了, 我幫你又不是要你報答我 也是 算是一種紀念性 我今晚會回澳門 謝謝 對了, 你今晚回去 可是那兩張照片她還沒查到 算了吧 算了吧 Annie不肯說, 你問十次也沒用 你也看見她激動的樣子了 讓你平靜一下 那也對 這十幾天來發生的事 我自己也想靜一下 你今晚多少時間 七點 我送你 不用了, 黎明和阿波都會送我 不方便 不是 別傻了, 大家都有朋友 對了, 我們叫朋友 為甚麼不能送呢 金先生, 你這麼快一會兒 是呀 你這女人特意這麼浪費錢 這些八婆不好看 那你又看 原來阿剛的東西 被人拿來寫新人故事 對了, 連照片都登出來了 請問你找哪位 我是張記建築台這個銷售 我姓鄺的, 我想見一下你的經理 這位是姜先生 鄺先生 有甚麼事 沒有, 我們公司說有些事適合你用 好, 隨便談 好 別等了, 留給我看 這不是劉奕嵐 他以前見到女生都臉紅了 現在娶了老婆, 還有外遇 現在還在為情自殺 鄺先生, 你認識他嗎 認識他很久了, 十幾年了 不過現在失散了也沒有聯絡 想拜他也不知道在哪裡拜 我知道了, 有空帶你去吧 好, 進來聊聊 我先走了 阿南, 師叔走了 遲時再來拜 鄺先生, 原來阿光叫你師叔嗎 十幾年了 那時候我們在越南當警察 阿南還是新丁 不是師叔, 師叔這樣叫我 那阿光當過警察嗎 是呀, 他在風化祖專注左階 因為他比較斯文, 像警察 當年有個七號喜歡他發燒 七號? 媽媽, 多住幾晚才走 那… 那明天有時間再訪問 這大伯父不是跟你們一起走嗎 他們的弟弟哥要上學 昨天打完齋, 已經搭夜選走了 還沒成道蜜月, 就弄成這樣了 媽媽, 你別這樣就行了 賺刺激女兒 走走走走走走 快下去吧 都夠了 上船了 去吧 拜拜 有空, 你多點過來 小心 不錯, 我說到 都說不用你送我 我不是送你, 我叫你不要走 為什麼? 那人所以想用線索 真的嗎? 媽媽, 你先走了 不好意思 當年那些左階妹子沒名字 只有 home number 叫他們只有多少號 situación 七號和三十三號 你認得沒他們樣貌名字嗎 三十三號, 我記不太多了 七號我有點印象 因為他很年輕的, 當年只有十四歲 他對阿楠很癡心的 來警署找不到阿楠 就說我們沒有貓尾了 你看, 他說話就十足英語 我只知道他叫七號 如果讓你現在見他們 你以為你還記不記得他們的樣子? 行, 沒問題 那不如你帶我去見他, 行不行? 行不行, 不然你知道我們賺錢 如果去認人就要時間 最多我把薪金計算給你 那又不一樣 這麼久沒人應援, 不知道會不會搬了 沒理由的, 剛才那個管理員說 他今早交了這個月的責費 就算我沒有Annie的照片 要不然我可以讓你認一下 江太太, 其實阿楠也不在了 Annie是不是以前的七號 又有甚麼關係? 那又不是了, 康Sir 如果可以證明Annie當年的身分 即是說連三十三號的身分都可以證明 那就連阿光的死因都可以有你外中看法 我剛剛才下機, 你就找到來 有些事很重要, 我想第一時間跟你商量 有甚麼重要的事可以在外面說 我已經說過, 叫你不要再來這件事 我不想太陽見到你的 芷蓮姐, 我真的不明白你了 你客口聲聲說當我是你妹妹 那你的丈夫就是我姐夫 為甚麼你不讓我見她 你就知道我們以前的了 都沒有了十幾年了 我不相信接過客人有養盈的 請你不要這麼大聲, 小姐 我不會怕我聽到的 你也知道, 我這麼難得才有機會翻身 我不想客人滿身的幸福就這樣斷送了她 是, 你客口聲聲叫我幫你想 那你也幫我想過 我一輩子還有一個男人 現在死了, 我甚麼人都沒有 我以為你會開解我 誰知道, 誰知道你連見我都不願 傻女兒, 我現在都很明白你的心情 所以我就叫你去別的地方 你剛剛去美國 我有很多朋友去那兒可以照顧你的 好不好 我不去, 我哪兒都不去 我會留在香港 你不肯走嗎 我會留在香港 至少我可以隨時去拜祭藍哥 阿楠這樣對你, 還值得你為她這麼癡心嗎 你去別的地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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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你可以遇到一個被男人愛你的男人 也不一定 智瑩姐, 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你一定要讓我離開香港 你怕甚麼 是呀, 雖然現在我是唯一知道你抵小的人 我明白了 藍哥離開我那天說 他擺脫…擺脫甚麼控制 難道你…你怕他識穿你的秘密 你就把他… 你別亂說, 你懂甚麼 藍哥走了, 我要去找你的 明天他又失蹤了 難道真的這麼巧 傻女兒, 你一向怎麼對你 你不知道的嗎 這樣吧, 我們不要在這裡談 這裡不方便 明天呢 明天我們再出來談, 好不好 再見 你們的爺爺怎麼樣 他們不是馬問我 為甚麼這麼久都不回去 你今天看到藍哥的舊童鳥 有沒有跟他說這件事 這件事這麼複雜 說了給他們知道 就只會他們擔心 那你們明天再去找Annie 看來這件事也不是太複雜了 很難說 阿南出事之前 我怎麼想到他會有這麼多事呢 我怎麼想到他會有些人 如果趙夫人和Annie一樣出身 他要殺大哥的滅口 沒可能殺了Annie 南哥侯口不再殺人和控制 不再接倉基的事情來做 難道... 難道芝蓉姐一直利用我 跟倉基的生意來控制南哥 難道她... 侯口說我是妹妹 竟然連我最心愛的人都殺了 我替你放命 童小子 你幹甚麼... 童小子 童小子 快點... 童小子, 你幹甚麼, 我不要... 童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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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以前的那個七號 你真是他, 他就是以前的 越南那個七號 警局 是呀, 這裡是深行路 六號七樓 好…謝謝 警察說不要動任何任何東西 救傷車快來了 該名女子郭安妮送到醫院之後 證實斃命 據大廈管理員說 自從他的同居男朋友江道南 在十天前自殺之後 他一直是屈屈寡歡 所以警方相信他自殺殉情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這次五件新聞報道完畢, 再會 老實說, 我真的不相信 你在這裡自殺 如果你說他殉情 他應該知道阿光死了一天 他就應該自殺 如果證明趙夫人 真是三十三號 那他殺人兒口的理由就很充分了 為甚麼剛才我們不帶他曠先生 去趙夫人家密碎裡找他呢 這星期嘛, 如果人家出街 那豈不是白走 而且我覺得沒必打草驚蛇 最好我們明天上班時間 去創京換口認人 那時候那裡人多 沒那麼容易被人發覺 笑吧, 叫我 是你嗎 你真是笑了, 吃點東西吧 我沒有胃口 我可以, 等他要遮探的 下午到現在都不吃東西, 怎麼行 我真的吃不下了 吃得多少算多少 是不是因為那個國安年的新聞 不開心呢 你怎麼知道 你一定是這麼重感情的 我怎麼想不到呢 他真是癡情 江道男死了, 他又殉情 早知... 早知甚麼 早知就勸一下江道男 讓他想清楚一點 那就不用害了兩個人的命了 算了, 或許再距離來說 是得多解脫你 柏楠, 我一輩子最幸福的 就是你做我的丈夫 我一輩子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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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做我的老婆 你又年輕, 又厲害 又溫柔, 又漂亮 又是愛心 不得不知多少人多的我 是 我不贊成這樣做 如果有懷疑應該去報警 人家是名流夫人 你沒有證沒有句 怎麼可以說人家在越南做個企街呢 而且這樣做 隨時被告了 就算你證明到他33號又怎麼樣 你不能夠一口咬定 他是殺人熱口的嘛 有人證我們就可以報警 然後叫警方去查 就算了 這個位置看得最清楚 隔了這麼多年 我不知道是否認得他 當年我在交通組 也不太理會了 只是看他們偶爾抓瓜女去警署 你怎麼這麼不小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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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祖, 沒甚麼事了, 不好意思 認得了嗎 我現在看不清楚了 讓我靠近一點吧 不要, 沒事 不要承認了, 算了 人家的心底這麼好 怎麼像是殺人兇手呢 我們走吧 走吧 好, 走吧, 走吧 那我的薪金怎麼樣 薪金我會照給 不過今天這件事 就當沒發生過了 行了, 這幾個水真是容易賺 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你不讓抗招豪認是趙夫人呢 我怕他真的認出 趙夫人就是三十三個 我不相信 你為甚麼要可憐他呢 我想他們是迫於無奈的 你想想, 一個人跳出火坑 也不想自己再跌下去 這是人之常情嘛 他現在殺人滅口, 人之常情 連在他這麼多年來 也做這麼多善事 放他一馬吧 況且他搞這些活動 也能幫到不少人 你知道甚麼叫人命關天嗎? 他做多多善事也補不回來 老實說, 我們也沒有真憑實據 證明他就是殺人滅口 當然有 這個駝標就是Annie出事那天 在家裡執行 裡面有些字, 你自己看 安妮留念, 願有情永固 此寧, 六百年於越南 這些字可以證明幾件事 第一, 趙夫人不只認得Annie 而且她倆人很熟 第二, 就是她不是自小移民美國 不過, 起碼一個六百年 還在越南 第三, 就是江朝豪做人證 江演那兩張照片做物證 這樣她殺江和Annie 滅口的動機就很充分 就算把這件事揭發出來 死了的人也不可以幫忙 現在這件事已經明了九成了 還有一成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這樣也不塗進去 法律不愛扶人情 人家適服厭世 要用最原始的本錢來求生 已經夠慘了 她還可以回家 真的比中學彩還難 難道你真的這麼忍心 要踢人家的火坑嗎 你這叫婦人之人 你別想想誰害到你沒有好老公 你自己也有受害人 是啊 不過江杜蘭騙我這麼多 你以為我值得跟他回家嗎 你以為我一直這麼緊張 這件事是為了阿剛嗎 那你為了甚麼 我替你不值得 我不想我自己喜歡的人 守家守得這麼無辜 原來你幫我, 是另有居心的 不是呀, 你聽我說 你這個成人之銀的小人 誰是敵, 最大仇敵 誰是你自命情敵 誰是你自命情敵 問你可不然, 諸是霸職 счass... 喜你自自魂以來自已見 怎麼到霸職 家守得欺騙 無 pensando Plaid 是暴徒的小人 你真是な了 帥 漸人半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